这次是猪猪的连线 我们继续带您看到这一号人物 她是台湾被称作是钢管皇后的方婷 跳钢管跳了十年的时间 现在决定嫁人了 她的未婚夫是台宿集团货车司机 两个人前天在云林先订婚 那么下个月即将要完婚 婚后会不会继续跳钢管呢 体贴的丈夫说尊重方婷的决定 她就是有台湾钢管皇后支撑的方婷 热火的身材随着音乐和钢管起舞 看了台下观众目瞪口呆 年纪轻轻才26岁 舞技正直如火纯青 方婷却在19号订婚了 舞台上清凉火辣的装扮 订婚大喜之日 换上大红礼服披上雪白披肩 难得露出娇羞的一面 和新郎交换戒指时 轻由起哄要方婷手指弯一点 免得被丈夫吃定 交换戒指戴上项链 方婷按照习俗凤茶 另一半坐在一旁 满意的表情全写在脸上 新郎林冠志是台宿集团货车司机 对于自己收入有限 无法买钻戒很在意 倒是方婷一点也不介意 她说就是看上另一半的老实汉后 她其实没有很浪漫的事情 她就是也很木讷 可是她就是感情比较不会表达 可是是一个很专情的人 她都会吃心的煮煮煮菜给我吃 拥有台湾钢管皇后之称 小两口下个月将完婚 结婚后的方婷还会不会继续跳钢管 令人好奇 腼腆的新郎虽然心疼老婆的辛苦 但还是尊重对方的决定 对另一半的爱让方婷好感动 东文新闻 云林报道 家族云林的方婷 十年前为什么会跳下来跳钢管呢 因为她的爸爸经商失败 当时年纪很轻 她只就读高一 毅然决定挑起家计的重担 入行跳钢管 她非常的用心 也很有创意 融合了海外舞者的技术 把钢管融入了花车表演里头 她卖力地跳 还跳到手段 跳到视网膜玻璃 她的故事还被国家地理频道 拍成的影片 这部片还入围了2008年 金马奖的最佳纪录片 当别人还在求学时 方婷却在16岁的年纪 因为父亲经商失败欠债 而踏入钢管界 一做就是十年 赶场表演 台上农妆盖掉她26岁 应有的清纯 清凉装扮搭配火辣舞蹈 在面场精湛演出的背后 却有着外人看不见的心酸 就是像刚才这样 可是那时候因为下雨天 然后下雨天我们是在室外的 钢管还是会滑 然后手就抓不住 然后就直接这样子摔下来 努力学舞练到断手 还跳到视网膜玻璃 即使如此 方婷永远乐观面对 为了追求完美演出 她观摩海外舞者技术 把钢管融入花车表演 舞台上的人生故事 被国家地理频道拍成影片 还入围2008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 可惜罹患癌症的妈妈 却来不及分享 那时候会想要放弃牌 是因为妈妈发现得胆道癌 那我会觉得 我应该好好照顾我生病的妈妈 她觉得 我们不能一直封闭在象牙塔里面 说自己多情高 你应该要向外界 向大家招手说 嘿哈喽 我们并不是那么的肮脏 把思念画成字句 方婷永自己的故事 努力扭转外界对于钢管的偏见 东文新闻 原林报道 我们下期见